主席各位先进 那么先请一下财政部的张部长 好吗 好请张部长 赖文好 赖文部长 我想让你先转个台一下 这个财政部的关股银行 要怎么样来扶持 来帮忙这个文川产业 第一个我们由我们工股的企业 一个金服公司来成立建价制度 建价制度很重要 它先建立资料库 比如说作者是谁 作者过去的表现是什么 它的performance 过去它的市场怎么样 所以先建立这些资料库 然后接着呢 再来看看国内未来潜在的那些作家 或者是导演 或者是创作者是谁 我们也会跟文建会来的 文化部的长官要不要一起来 好请喜长翅 许师长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文创啊 艺术艺术啊电影啊 这方面作曲啊什么之类的 他们的价值嘛 建价刚才我们部长已经讲了说要有金服公司来做 文化部是你们自己也想做的 跟委员报告实际上这个建价制度是我们 对不起 我们几个单位呢 大概会成立一个建价制度来做一个评价的一个 有没有时间表 我们是希望是越快越好 多快 部长马上可以做了吗 已经在做了 已经在做了 对 我们已经都听过简报了 政府公司就好了 你们文化部也不用做了 因为我刚才请教他 文化部是说 外面的工心力不够 财政部可能工心力不够 那财政部已经有了 财政部现在已经有了不是吗 我们就跟文化部来结合 就是说未来的潜在的文化 它的有创意的作家在哪里 导演在哪里 我们跟文化部来 你们要不要变成一个什么协会 或者是一个一个什么机构 当然当然这个不一定政府出钱啊 但是这种主导的 有没有这个可能 金服公司就是我们主导的 所以金服公司已经在运转了 对 就是说已经在建立制度中了 还没有开始运转 所以可见部会之间协调还是有问题 文化部都搞不清楚啊 财政部都已经做了啊 没有 跟委员报告 这个金服公司 我们已经在谈 就是怎么样把文状的 这专业的委员机制 引用到跟他们做结合 你们两个单位在谈吗 部长有在谈吗 没有 金服公司我听简报 我也指示说一定要跟文化部密切联系 相关的 你们之间还是 我觉得要把它 因为现在大家关心这个题目 而且我想 我想这个是大家看到 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啊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台湾幾乎 没有人在拍电影嘛 很少了 都是看韩剧啊 不然看大陆的剧啊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现在几乎来讲 对这种艺文界人士支持太少 过去来讲 比较起来 所以我觉得 今天这个题目啊 主席排这个题目 我觉得是 是蛮好的啦 那我们希望能够有一点时间表 好不好 那你看起来 金服公司已经有了 应该也有公信力 因为是财政部的嘛 是不是 刚才次长担心的 没有公信力 财政部应该有 这个不用担心啦 只是 如果你可以 不要那么本位主义 说不要文化部主导 说财政部主导 快脑 也可以啊 民间有很多 叫做无形资产的建价公司 建价协会 其实有啦 就像你讲的 这个 只是 只是 而且主导的人 以前还是政府的官员的 只是因为外面可能工信力不够吧 大家 财政部已经有 好不好 那个次长 我看 刚才请教你 我才知道你不怎么进入状况 这个 好 次长请回 次长请回 不早 请问你另外一个 上一次也是我执行的 就是那个 有关于 所谓的 所谓的公公病 赵峰的报告等等的 是不是出来了 我听过简报啦 我听过蔡董次长的简报 那正式报告还没有送到财政部来 那初步听的简报 我也也可以在这里跟委员报告 是 他第一个他就说 台湾要不要成立一个区银行的必要性 他先做评估了 要不要 他评估要 因为第一个台湾要加入区域经济 所以区域经济在崛起 第二个 亚洲的区银行 已经成立了好几家了 韩国的韩亚银行 马来西亚的Maybank 所以台湾已经太晚了 太晚了 竞争力很强了 那第三个就是 人民币再崛起 是 那如果不成立区银行 将来人民币的业务很难做 所以他认为有必要性 那接着如果要成立必要性的话 他接着就看看 各国的成立区银行是怎么成立的 韩国的韩亚银行整并了十次 马来西亚的Maybank 评评了七次 新加坡的DBS评评了五次 所以不是一次就成功的 评评了很多次 我们一次就搞定了 一次搞定没有这么容易 当政额可以一次搞定 不不 国内评评 国际的评评也很重要 他成立区银行一定要到国际去评评 所以他把这个国际的经验都弄出来 到最后他的结论是 size does matter 规模是很重要的 没有规模 越大越好 不是 规模不一定是去银行 没有规模一定不是去银行 但是就是越大越好 对 第二个 第一个是规模 scale 第二个就是scope 范畴 他认为要补足他的产品线 所以如果说要兆锋进来主导 他的产品线 他不足的是哪里 他不足的是哪里 他不足的是受限 他不足的是销金 销金 对 所以他认为如果要整臂 大概要朝那几个方向 那就呼出一出了 那接着呢公共并还是公民并 当然公共并不是先 他有优缺点 那当然到最后他看到韩雅银行 马来西亚的main bank 都是政府在强力的主导 所以我们也认为这一点也很重要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听进去的也认为政府主导 size 一定要大 越大越好 然后要有范畴经济 要有范畴经济 然后越快越好 对吧 对对 他讲到时效性很重要 如果说整病的过程中会很漫长 那这个整病就没有意义 一般整病过程要多久时间 当然他们是评估的时间 当然 多久 半年 老实讲这个跟经验累积也有关 像韩国 韩雅银行整病了十次 有些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一共十次 所以他不断的整病 不断的累积经验 要搞十年了 十次 十次那一年一次一年 对对对 要不搞十年 对 我说这十年来 韩雅银行整病了十次了 我要讲这一点 我们总共你心里 我那回 如果一年可以规划 三年就有所成了 一年规划三年达证 对对对 我们希望两年达证 因为在你论内也能够达证 但是 现在 被点到名的那几家 什么第一啊 和库啊 台器 那个工会都跳脚了 其实他 他倒是没有点名个股 因为全公司上市公司 不宜点名个股 那会影响股价 所以都没有 他只是 被点到的是好啊 不是不好啊 他只是评估整病的条件 他只是评估整病的条件 好 请回 我们再请一下郑主委好吗 好 部长前回 那请郑主委 郑主委 郑主委 你上来之后 其实开创性做了很多 这点很多人都给你肯定 我也给你肯定 就是对于 帮忙鼓励文创产业的发展 是 有没有可能你这里 主导成立一个 ANGEL FUN 天使基金 也就是说 对于那个很有创意的 母亲 股人 idea很好 像过去的卫胜德 什么之类的 来 我们就给他投ANGEL FUN 就是 我给你 你 你有贪的 要贪的 要贪的 做我的 贪的算我的 贪的算你的 这个叫ANGEL FUN 可以吗 跟委员报告 这个部分 贪子基金的部分 其实现在 有一些金控的 创投有在做 你鼓励 你多鼓励 鼓励 你可以鼓励吗 你设一个机制鼓励他 只要创投有ANGEL FUN 你看给他什么鼓励 可以吗 但是创投主管机关 不是金管会 所以其实文化部 也有在做这方面 还有那个 文化部外行 你刚才听了知道 你刚才说的 这个东西 这个很难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 文创是一个uniqueness 它是一个独特性很高 但是你产业要must production 这两个是complete 是一个冲突的 在这两个冲突的目标里面 你要取得一个整合出来 其实看看韩国怎么做 韩国是政府 政府的力量 整个包扎去打通海外的通路 海外的整个去销售什么之类的 什么是版权的保护各方面 通通来的啦 所以跟委員报告 我们其实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有关专案贷款 这是接接的 另外 我们上市上柜 有创柜版 创柜 所以去1月3号已经有三家挂牌 你先确定 你现在是主导 不是辅导 主导 可以吧 主导文创产业 主导音创产业 好不好 我觉得这部分 你可以多待一段 而且最好能够 是锁定一两个大导演 把李安找来嘛 跟李安谈一谈 跟隆英台 李安谈一下 可以不可以 请他弄个大铺头的 然后找银洋来给他支持一下 可以吗 这个 那你再具体了 你刚才说的 你都听不懂 那你听得有啦 对吧 找一个国际级的大导演 台湾出去的大导演 请他来说 替台湾拍一步 然后整个后面 整个串起来 慘烈 建委員报告 这个idea 在这里超乎我的职权范围 回去规划一下 好不好去研究一下 好不好 我给你一个建议 好谢谢 谢谢我言